要提醒您去郊外游玩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台北县瑞芳喉童火车站对面的小溪流 就有四名的国中生相约细水 其中一名十四岁的林姓少年 他坐在溪中的石头上 突然不小心就滑入水里 结果不信利弊 而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还不敢相信 因为他们说儿子说要去打球 但是却没有想到是和同学玩水 而家中的独子就这样离开人世 妈妈赶到医院不敢相信 自己唯一的儿子竟然成了冰冷的遗体 他坐在椅子上哭红了双眼 因为儿子说要和同学相约打球 怎么也没想到打个球 最后却成了溺笔事件 来的时候说不是去打球 怎么变成来西边那个溺水 他妈妈也很紧张 来就哭喝 来就已经在哭了 所以他们都瞒着妈妈这样 对 二十四号下午 林姓国中生就是在这里和同学戏水 石头上还留有还没喝完的饮料 虽然地上写着水声危险 不过当时林姓国中生坐在溪中的石头上 没想到却滑入了溪中 卡进暗流 再也没起来 可是我们到时候他也没讲啊 等到我们已经有一趟回来了 他们才说那个人不见了 对啊 他们也吓到是不是 吓到了 在岸边的同学吓傻了眼 过十分钟后才呼叫救命 虽然紧急送医 但还是急救不治 正值放暑假的林姓国中生 怕家人不让他外出戏水 编了谎言 却让住家长的留下一辈子的伤痛 中文新闻 杳力强确如 SNG小组台北报导